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季度的财务报表 小妮 我得说一句啊 目前东远的危机啊 不是一张财务报表就能分析清楚的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 只有这一层楼 现在整栋楼都是我们的 陈叔 董事会节点开始 马上就开始了 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 聂总的公子聂宇盛 聂总还在医院治疗 所以从今天开始由小聂代表聂总 执行工作 大家欢迎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接受东远 但之前因为各种原因 我没有回来 现在到了我该回来的时候了 我也想多学习学习 这段时间 感谢各位替我爸看住东远 接下来 该扛的担子 我一定会扛下来 也更请各位多多担待 来 郭林子强 好 那我们进入主题 上一季度的财务报表 小妮啊 我得说一句啊 目前东远的危机啊 不是一张财务报表就能分析清楚的 看 既然大家都坐在这儿了 那我们就讲点实事了 我的意思是 你将如何带领大家 走出目前的困境 那陈董有什么看法吗 现在外面对我们的风言风语特别多呀 有的时候这舆论战哪 比商战更加残酷 竞争对手在外面散布我们的假消息 公关公司呢 两边收钱不干实事 而散户呢 不明事理跟着瞎嚷嚷 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首先我想知道 舆论上面所说的 东远确实没有问题吗 那么 тов独iosa 看下来